Cast off Change beetle 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你們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幫助人士博 OK今天第13天的日記輪呢 我們又再度回到了我們的有人為了 軍械庫東喔 今天的挑戰任務呢是 法術大師A1跟法術大師A2無人機的攻擊全部提升 血量也提升 對就是個讓飛機打得非常痛的關卡喔 那建議大家這一罐的話我覺得 就是點兩個三級tag會比較簡單一點 再搭配一個就是 智障迴背速度降低的tag 那今天的8分就會比較簡單一點點喔 OK就讓我們開始吧 那由於敵方的法術 其實那個法術傷害變得很高喔 所以建議大家就拿出我們這次 燃迴行動的MVP角色只有夜陰 來通關今天的第8分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就讓我們開始吧 那由於前面的報廢嘛 對因為我們速度會降慢40% 對所以建議大家就是先鋒可以站久一點點 所以恭喜啊 今天的青刀姑呢可以站到最後面 終於不會只讓他欺負弱小 好 OK開場我們先使用 對先使用先鋒放放 放下來 用來報廢 OK 好放上我們的小型真音戰 剋刀放下來 對這位置已經變成剋刀的專屬位了 好之後放上我們的阿能 然後祈禱他把光環套在 他在討監的身上 沒有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對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好放上我們的夜陰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的幹員都有法抗 就比較不怕這個法術大師的攻擊了 那這邊呢 因為血量變得很多 無人技的血量變得很多 所以要帶多一點的單體狙擊 去把他打下來 比較好一點點 好放上我們的阿梅 寶飛 放上我們的銀老八 同樣的位置喔 對 就跟上次的 對上次的那個軍械庫東一模一樣的站位 記得上面有什麼太大的變更 其實這關的報廢數變得很慢 所以今天大家就是 對就是那個 先鋒可以站久一點點 好這邊一樣 一次刮到兩台無人機喔 算 OK 再一次要淘擠你的技能 這是我們的 看好戲 這裡要淘擠呀 OK 好這邊呢一樣 一次刮兩台 之後呢 準備好你的大奶驗 等到法師一出現的時候 丟在他面前 奶滋呼吸 直接把他接掉 這邊我們開 你其實可以開阿梅的技能 好 最後這個地方 我們開啟聖域 然後放下一個 幼兒 對 鳥龍 放在這個地方 現在可以吸掉法術大師的攻擊力了 這邊 特刀 繼續無限的輸出 他移到半 也會輸出到底 直接真一盞打開來 OK 繼續刮第二次 就可以把那海無人機給刮下來 好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滴寶八分的打法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坐在這裡 這邊 聽訊 的人 說明 輪到 前面 遍